奴婢自小跟着小姐 知道磕在读的头 也 也报答不了小姐的好 但奴婢也知道 这就是奴婢的归宿 归宿 东霖你对乙公子 奴婢是喜欢乙公子 可奴婢也知道 和乙公子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从没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直到回曲梁的前一天 奴婢看到乙公子 如此地知情忠义 奴婢便下定决心 无论乙公子去哪 都愿此生为奴为婢 终身伺候乙公子 你可知 她也许再也回不来 奴婢不知道 奴婢也不在意 哪怕此生再也回不了曲梁 奴婢也心甘情愿 用情之事 不畏交迫 不求疾苦 你又何尝不是 情深义重之人呢 我自当应该欣慰感动 又怎会不成全你 东霖是你的丫头 既然你同意了 我激烈安排便是 谢公子成全 谢小姐 谢小姐成全 来 杜丽 我不用服 我没事 走开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我们这次陪大了 陪大了 陪大了 我的兵器库 我们废剧心里 还损失了一个兵器库 倒倒了 只废到了一个不争气的老二 还有一个小小的老七 连老三的毛都没沾着 都没沾着 老三 我一定会赢了你的老三 我一定会赢 王爷 李官要回都城 来向您辞行了 有请 下官拜见王爷 大人何必急着回京复命 本王已经命下人备好酒烟 已为大人一路舟车劳顿 这就前缺 不可不可 下官在离开京都之时 丞相曾嘱咐过下官 说在王爷制下 取粮生机薄法 开吐出了一片沃土非城 王爷自是要好好 争选一个后继之人 只可惜誓死不证 让王爷多年的心血 白白地付诸动流 丞相说王爷定是心情不佳 让下官不可讨扰 他没想到本王的性情 这个丞相远隔千里 都能了若至长 丞相说中了 先王妃走后 本王穷一身的经历 治理曲良 就是想把曲良 治理成一个富庶之臣 传给她的儿子 世子之位 废了 富力 可见本王对世子的宠爱 但没想到 世子这一次做的事情 确实让本王失望 早就听闻 王爷对先王妃一往情深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 先王妃既已现实 王爷 还是早些释怀为好 是啊 也该释怀了 人身七十古来兮啊 既然世子不争 那 这爵位传给谁 那都是身后之事 从今日起 敬招有酒 敬招醉 王爷若是这么想 那下官赴这酒宴 便不再是 违抗丞相之命了 大人请 请 这个 想招儿了 许久未见招儿 也不知道招儿在王府怎么样 王爷疼爱她是好事 可每每想着相思之苦 就宁可王爷不疼她了 想见她 想见她 但也不难 或许 公子 公子 于公公来了 什么事啊 是 不 王爷 姓公子知道莲夫人想念小公子 早就跟王爷请命了 接昭儿回来虽是好事 但想到日后 我要受冷落之苦啊 就宁可不接他回来啊 侍儿啊 你有多久没见你父亲了 好久好久了 那你想不想他呢 想 可儿子想不起父亲长什么样子了 那你等一下见到他的时候 你仔细看一看 你是公子底的长子 哪有忘了自己父亲呢 怎么不走了娘 娘 我们还去不去看父亲了 不必去了 王爷 小公子睡着了 给奴婢吧 好 再抱抱 再抱抱 好 儿子 问父亲安 儿子 问父亲安 坐 好 王爷 王爷 刚刚二公子在城里原刺街 多亏八公子他们遭遇防范 人安然无恙 王爷放心 你 Stacy 照顾 你你先让她见到哪个人 让她绝好 我来 我这些目凝了 我看你 来 来 世子备废 没有落井下石 老八难得 明天找老八来见本王 是 王爷还在为世子伤心吗 怎么会不伤心啊 灯王只不过多活了几年 就逼着他遇行大逆之事 早知会如此 何必当初 若有一日 赵二爷若世子一般 王爷是否会有同样的心情 不得无理 让他说 若有朝一日 赵二爷让人哀其不息 怒气不争 王爷是否会有同样的心情呢 你现在看还是不会 可是等他长大之后 等他长大了 王爷已经为他付出的太多 便会有同样的心情了 王爷 王爷是曲梁的安盟 却也是一个青春见尸的老者 悉心了三十几年 怀念的太多 付出的太多 怎会不伤心的太多 失望的太多 想下去吧 让王爷 静静静 你一路都没说话 妾身是因为王爷而伤感 在妾身心中 没人能比王爷更加睿智 精感 可就是这样一个英明的取良之主 在面对世子之事时 无论是亏杖废畜 还是酿酒复利 还是直到今天的相信他忤逆 王爷一直都很糊涂 人呢 总是关心则乱 父亲也是如此 父爱让王爷糊涂 可是 就是这样 才让妾身觉得 他更加真实可敬 只可惜 我们却要一次一次将刀 搁在他的心上 这席绝之路 树欲静 而风不止 老二自尽 公子不用去了 妾身已经告诉了华公子 他已经把人揪下了 为什么 此事足以让我重新回到父王视线 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给老八呀 妾身不仅要牺牲这次机会 还要牺牲那些死忠于公子的官员 让他们从此为华公子安前马后 edsięfon 四孟风 是我喝醉了 还是你喝醉了 ですね 公子是困了 还是没睡醒 啊 公子认为失掉兵器库之后 我们席绝的希望还有几分 二 三 不 两分吧 一分都没有 公子坐 与其垂死挣扎 会如护色一个人来替你洗绝 年长的那些是不济了 总还有刚刚长大的新人 这个人要自富却不聪明 既有足够的资本与三哥抗衡 又能轻易被我们摆布 还有谁 比三哥这个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更合适呢 是啊 是很合适 在挑选谁更适合喜绝上 你眼光永远是最好的 因为在你心里只有这一件事 明月在你心里只有这一件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